健康同学会 同学会健康 欢迎参加五期健康同学会 安德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呢 就是免疫力 还有大家一听到呢 就很担心的癌症的问题 对对对 我们今天等于是癌症的第一章 我们要把癌症的成因 以及癌症形成的原因 要综合的来讲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癌症分很多很多种嘛 对啊 几乎每个器官都有癌症 那我们先不讲那些器官 而是讲说 癌症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至少都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癌症好像本来是我们的细胞 只是后来变坏了 变坏了 而且事实上有时候 有一些大家生活当中的习惯 它也会造成癌细胞的增加 比如说熬夜 压力大都会 对 所以大家常常说 癌症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要告诉大家 同时大家要赶快避免那些 发生的原因 对 没错 不过你今天有笑话了吗 对 我今天有一个 跟医院有关的笑话 好 好 你看反应多好 还没可以讲大家已经笑了 对 好 一个关于医生的笑话 就是有一个病人 匆匆忙忙从手术师里面跑出来 刚好就撞到医院的院长 医院的院长说 你为什么那么匆忙跑出来呢 那个病人就说 没有 因为我刚遇到 那个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说 不要担心盲肠炎 割掉就好 盲肠割掉就好 那个手术很快就好 你不要担心 那个院长就说 没错 这个护士小姐讲得很对 防止手术真的很快就好了 你不要紧张 不要担心 没有 那个病人就说 没有 他不是对我说的 他是对给我开刀的 那个手术的医生说的 那个医生那么紧张 我想可能开刀的医生 有时候应该也蛮紧张的 应该不可能 那这是笑话 那如果一个人紧张 我们不就吓死了 因为这笑话有一个缺点 因为手术师他应该被麻醉了吧 他怎么就跑出来 没错 所以有露出马脚 就像电影的恐怖麻醉一样 他整个都清醒的 他觉得大家在麻醉汤 他应该起不来的 所以大家听听就好 对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来宾 保健室主任潘怀宗 潘博士 大家好 五年九班洪素卿 大家好 五年五班刘俊耀 大家好 大家健康 五年九班卢彦丽 哈啰 大家好 彦丽刚刚在化妆间就一直说 大家都说我皮肤变好了 因为他是尿疗法嘛 他是尿疗法的见证人 我现在偷尿花了两个多月 那几乎每一台的化妆室都跟我说 彦丽 你最近应该睡很饱吧 不然为什么皮肤那么好 我说没有 我持续都只睡五个小时 因为工作真的很麻 可是我皮肤真的变好 有光泽 有弹性 然后我眼睛上面的那个肉瘤 也变得比较小壳 可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 倒不是不鼓励大家睡得少 对不对 因为其实睡得少 有时候也会对癌细胞 会造成一些增加的影响 不过今天一开始 我们要请这个老师告诉我们 老师告诉我们一些 这个癌细胞长的这个样子 是不是 我觉得他 你刚刚说他很可爱 我觉得他看起来 不是说可爱 就是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每个看起来 都挺恐怖的 这个是经由这个细胞学染色 在显微镜底下 可以看到这个癌细胞的形状 这一边 右手边这个是所谓 色乎腺癌的癌细胞 这个蓝绿色的这个癌细胞 正在疯狂的长大当中 而且在分裂 那么粉红色的是已经萎缩掉死亡的 那么在左边这边 这是乳癌细胞 你可以看到乳癌细胞 这个紫色的部分呢 就长得非常的快速 所以它的这个形状呢 在这个 因为我们每次在确认癌细胞 都是要做切片嘛 那切片其实不是真的 把它切一片下来 事实上你拿一根针 吸一点上来 这个也叫切片 就一大堆了 对 就一大堆 这种叫biopsy biopsy就是所谓取样的意思 但是因为中文翻成切片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想错 以为说要去切一片 所以每次你就说 我肝脏要做切片 我吓死了 拿刀打开 然后去切片肝下来 其实不是 它是拿一根针进去 抓一点下来 勾一点东西 勾一点下来 那只是说有的时候 需要多的话 要用粗一点的针 如果太细的话 怕有时候会戳不到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就比如说癌细胞 在这边长对不对 你针如果太细的话 你刺到不是癌细胞的地方 抓出来 没有癌细胞 这个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针粗一点的话呢 通常就会抓到癌细胞 就比较容易抓得到 所以因此有的时候会用 稍微粗一点的针来处理 像这个应该是 很高很高的倍数 看透过显微镜 没有错 对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是 另外其他几种的癌细胞 我们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大肠脂肠癌的癌细胞 像这一个 就是大肠脂肠癌的癌细胞 它的形状是 一般它的形状就是 看起来是会比较毛毛的 而且就是形状跟正常细胞 不太一样 就是它是有点像 张牙舞爪一样 就是好像你看到一个坏人 你就觉得他这个人不是正经人 对 看起来就怪怪了 就是有点怪怪 所以为什么病理科的医生 一看就知道 因为我们的切片 要送到病理科 有病理科医师看 那平常我们的病人 是不会接触到病理科医生的 所以通常来讲 你比如说你今天取了样之后 然后他就会把样品 送到病理科去做 那病理科医生看完之后 他会敲到电脑里面去 隔周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其实医生电脑出来的时候 是病理科医师的报告 并不是他的报告 一般的医生要看病理切片 其实并没有那么专业 我不敢讲说他完全不会看 但是他可能不敢 下太正确的决断 所以他通常要病理科 在二线医师来做决定 那可以看到像这个肺癌细胞 就是你看他这个长得 非常的这个张牙五爪的 这是一个细胞是不是 还是一群 他这个事实上是 已经是一群了 因为他这个已经有稍微 那个分拆 然后像淋巴细胞在这个位置 这个淋巴细胞 所以那个变色的就是 对 那你像肝癌细胞 你看这长得就像毛毛的 好像海膽 但大家不要特别重视这个颜色 因为这个颜色是染色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染成红色 也可以染成黄色 也可以染成蓝色 但是因为我们要区别于它 不同的这个 因为你如果跟正常细胞 染同样一个颜色 我就看不出来了 所以我一定会把它 染成别的颜色让它凸出来 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它的变化 那所以它每一个不同的部位的 癌细胞长得就不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特别记得 就癌细胞呢 你肺癌细胞就不同于乳癌细胞 乳癌细胞就不同于肝癌细胞 但是就算是肺癌细胞 又分为好多种不同的细胞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 我们健康同学会会固定的 就不同的癌细胞 我们都会来讲一下 对 因为现在大家一讲到癌都很担心 对 好像都没有办法来完全更新 所以我们今天先要综合讨论一下 最近癌症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对 我们就来看到 比如说有四大原因 那我们再看这个四大原因 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形成癌细胞 第一个就是新生细胞出错了 这第一个我们要不要一个一个来讲 它有好几个原因嘛 那第一个新生细胞出错了 新生细胞怎么会出错 你想想看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 本来没有癌细胞的 我们通常都是癌细胞逐渐形成之后 才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显然是原来妈妈给我们的细胞 假设没有先天性的问题 我们先不讲所谓的 先天生下来就有癌细胞 这不在今天讨论范围内 假设生下来它没有癌细胞的话 那这照照理每个细胞都正常了 那它怎么后来会变成不正常呢 就是通常在一个生两个 两个生四个的时候 也就是在新生的时候出错了 那我上次就在健康同学提过 就是当它新生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DNA要打开 它本来是双骨的螺旋 它躲在细胞核里面 其实非常安全 不论是任何坏人要打它的时候呢 都要先打到细胞膜才会打到细胞核 但是当它双骨螺旋体打开 变成单骨的时候 你会记得国中课本里面 它是打开之后呢 另外两条一直伸上去 然后另外两条一直伸上去 但是它打开的时候呢 它是暴露在一个 很容易被攻击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好像皇帝走出了皇宫 皇宫是细胞核 皇帝就是我们的DNA 那你如果在皇宫内 你要去刺杀它很困难 但是皇帝如果跑出皇宫 到外头来的时候 这很容易被刺杀的 所以一样就是当DNA打开 在新生细胞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被攻击到 那这些攻击到呢 就是环境致癌因子 这些攻击的东西 如果打到它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异掉 比如说像我们的自由基 比如像我们的辐射线 比如说像我们的紫外线 比如说像我们的致癌物 比如说像黄渠毒素等等的 它如果攻进了这个DNA 它变性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出错 所以只有在新生的时候 又曝露在一个高度的 环境致癌因子的情况下 很容易致癌 所以刚刚潘老师讲这个 我就想到 你刚才讲紫外线对不对 因为我很喜欢潜水 那我们潜水的同号里面 有一个后来他就皮肤癌 他是一个非常好动乐观的人 看到他就是非常阳光的这样子 结果后来他有一天 跟我告诉我们说他皮肤癌 晒太多太阳 晒太多太阳 你看当紫外线照到皮肤的时候 皮肤受不了这个紫外线 它就会死掉 死掉之后它就红肿脱皮 那它脱皮之后 它要把这层皮长好 是不是它要新生细胞 对 那它新生细胞之后 如果紫外线再造的时候 就会致癌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臭氧层 被破坏得很严重 所以紫外线更强 所以现在澳洲好像得皮肤癌的 是全世界最高的 因为他们喜欢晒太阳 可是老师不是那时候 你说我们要增加 我们的这个什么 几个让我们的抵抗力 包括就是要晒太阳 那所以是不是我们要擦 防晒就可以了 还是晒的时间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这个 晒太阳时间有规定的 就是希望是它不是那么强的时候 比如说是早上大概 9点到10点的时候 夏天 那夏天的下午 4点到5点的时候 而且每次只晒10分钟就够了 不是就当时晒 只有10分钟就够 它只要10分钟就够了 就已经足够你的 不要晒太阳 维生素低了 对对对 难怪我们去玩 我们比方说去柬埔寨 或去埃及 有一些比较太阳 时射非常严重的地方 它中午的那段时间 是让你休息的 对对不能出来 对没有行程的 因为它说现在太阳太大 太大 太大了 所以它是有一些学问在里面 对 那素卿你说牙齿的部分 是可以举什么例子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如果说我们刚刚老师说 有一种刺激是环境刺激 对不对 另外一种环境刺激 物理性刺激也会造成我们必须不断的新生细胞 为什么 比如说国人在那个很多老人家 他们在配假牙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考虑 不一定考虑很高的品质 他觉得说价钱好 OK就好了 因为这真的很贵 那结果造成说他配的那个假牙 其实不是很合适他的牙型 所以就等于他配上那个假牙之后 他假牙不断在摩擦 他的里面的内侧或者他的牙齦 就是这样一直摩擦一直摩擦 想那里是不是一直不断的有小伤口 因为他其实等于 你不断的在切自己 那个皮肤刺激 那是不是他不断的要修复 不断的要修复 所以就有发现 医生就发现 这个老人家因为他长期佩戴这种不适应 不合适的假牙 结果就变成口腔癌 结果一般口腔癌最常见的自来因子 可能是槟榔啊 或者抽烟喝酒 所以假牙也会 对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不适当的东西 他不断的在刺激他 不断的发生新生细胞 那些细胞就变坏了 不是 那个细胞要打开敌人 就很容易被打开了 就很容易被打开了 所以感觉上我们以前好像觉得 刺激多新生细胞比较好 现在好像不是 其实事实上把这个讲得更正确一点 就是只要有伤口一直存在 你就容易自来 任何地方有伤口 你比如说像大肠上面有一个席肉 那大便一过去它就会破掉 大便一过去就破掉 就一直有伤口就致癌 就是几乎是百分之八九十都会产生癌症 那或者你的皮肤上面有个伤口溃烂 一直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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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就是癌症 对 这皮肤真的很大 原来真的是蛮大的 我们来看第二点 环境致癌因子 环境致癌因子 有些是环境会造成 就是像我们讲说环境荷尔蒙那种东西吗 不是 当然那个也算 像以前的那个食棉瓦 有没有有一阵子说 说会致癌后来大家都不能用了 大韩老师在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当我们细胞在新生的时候 这个他的皇帝跑出来了 可是如果没有人刺杀他 照道理他应该可能还是很安稳的 度过这一趟学生 可是当他走的时候 如果有刺客出现的时候 他受伤的几率就会大 这些刺客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些环境致癌因子 比如说食棉是世界上已经著名的 一级致癌物几乎都知道 全球很多国家都禁用 但很可惜台湾还没禁用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怎么说呢 比如说这个食棉 他们以前都会觉得 那就是职业病嘛 就是说你去食棉工厂去工作 你就多年之后你会得到很 比如说有些人说食棉肺症 或者有一种就是特殊的食棉 造成肺癌 那他就想说 反正我没有在食棉工厂工作 这个癌症关了什么事 后来像日本这几年 他们研究就发现 早年在食棉工厂附近的居民 他得肺癌的几率 还是比别人高很多的 甚至他特殊的形状的肺癌 就是出现得很明确 就是你在这里接触几年后 你二十年你就会变成这个病 结果他们现在还特殊 补助基金来补助 所以后来像台湾有一个例子 也非常特别 比如说还有一个太太 她先生是那种拆船厂的那种 那以前那拆船 可能里面有一些就是 食棉的废弃物或什么 可能会接触到 结果先生每天都会穿工作服 回来给太太洗 太太就这么洗了一二十年之后 太太得这个肺癌 他没有去那里 他去洗那里 他就是因为洗那个 每次都沾满那个 十年纤维的衣 所以就说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很要命的致癌物 那可是你要知道 你环境中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觉得民众最讨厌就说 你说环境致癌物 那食棉在哪里 我家没有食棉网 现在食棉最怕的 就是这个电磁波 会不会 那也是现在常见 食棉跟电磁波不一样 但是电磁波确实也是 有可能如果它强度高 你现在目前的手机强度不够 要强度高到一个程度 才有可能在 不过我觉得我们肃清 这个真的是举一反参 他这个同学以后 要颁奖状给他 所以你比如说 他把你的皇帝抢制 没有问题 他尽量用 尽量 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拿去尽量用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是 当皇帝出巡的时候 如果你是往非常多 坏人的区域去的时候 你就是真的是自己找死 所以因此如果你就往 这个大太阳当中 让紫外线一直照你 那就是坏人多的地方 或者你就是往这个 辐射线很高的 比如说你就到什么核能厂的 核子反应炉里面 去那边收大辅射 那这也不得了 所以皇帝出巡 他要往安全的地方走 他不能往危险的地方走 所以你自己逃 避免这些危险的地方 就降低致癌的产生 但是皇帝旁边有很多的禁卫军 这些禁卫军就是抗氧化因子 就是我们本身呢 有非常多的自由机 在我们身里面 反映的时候很多自由机 自由机大家都知道 会来击杀皇帝 就是会打击这个DNA 所以当你有很多自由机的时候呢 这个皇帝就容易产生癌细胞 可是我们旁边 会围一堆的抗氧化因子 是什么 抗氧化酵素 像维他命C 维他命E 围在旁边 所以当抗氧化因子打过来 碰到一个维他命C 那维他命C就死掉了 死掉之后呢 皇帝的思维就少一个 所以你补充很重要的 维生素C跟维生素E 它在周围护着它 所以你当打过来的时候 等到你的禁卫军都死光了才会打到皇帝 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说 我们要抗氧化的原因在这里 为什么吃很多的 这个蔬菜水果是抗氧化的原因 就是那个禁卫军要围着它 这个原因是在讲 其实我们要讲 这个癌症大家真的很恐怖 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 就是有一个知名的 谈话性节目的主持人 我们都认识 他就说 他就好几个月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查不出原因 他就在想他是不是得了癌症 后来就说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见得大家找不出原因的时候 对 大家都会归因到说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癌症 对 其实今天看了这个同学会 就知道说不要紧张 第一个就是 我们不要让身体有伤口 然后我们要多吃一些维生素 然后不要让自己太累 让我们的均盘更强 这么多 可是你看它单单的一个什么 欧洲再信什么 因为你睡眠不足 还有压力 压力那么大 你看他就睡不着 其实根本的反而没有做好 其实反而不用吃那么多东西 不过因为睡好就好了 我们在看到就是说家族遗传 家族遗传这个在癌症的话 是比较常见的吗 它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基因 就是DNA里面 我们有几段基因是很特别的 一段基因叫做刹车 另外一段基因叫加油 什么叫加油 什么叫刹车 加油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的细胞破损了 比如说我皮肤破掉了以后 那我这个细胞要赶快把它长好 它不能拖拖拉拉拉的不长 那我这个伤口不是要 长一个月才长好那太累了 所以它通常会很快的要长好 那这时候要长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分泌一个讯号给它说 大哥你麻烦长快一点 因为这边受伤了 所以它就会启动那个油门 只要那油门一踩下去的时候 它就长得很快 就把它长过去 那刹车是什么 就是它长好之后它不会再长了 它就告诉它一个讯号说 麻烦你稍微踩个刹车一下 你不要到时候 长好这边又长一块起来 这不是就肿油了吗 所以它就是说它长的时候呢 它会顺着方向长 而且会接受命令长 所以因此呢 这个油门就是长快一点 刹车就是长慢一点 好啦 那有的家族很奇怪 就是当我生下来的时候 我爸爸给我一条DNA 我妈妈给我一条DNA 对不对 就23条变成 就是23对嘛 对 那通常一条爸爸来的 就有一个刹车 妈妈来的也有一个刹车 所以当我这个细胞要乱长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刹车 就会启动说你不要乱长 我告诉你 你爸爸妈妈告诉我说 我没叫你长你不能长 好啦 那有的家族很奇怪 是爸爸给我的刹车坏掉了 只剩妈妈的刹车 那你想想看 如果有两个刹车 当然安全一点 如果只有一个刹车 就比较危险 所以家族遗传的意思 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说呢 它有可能在刹车的部位呢 出了问题 所以因此呢在癌细胞要乱长的时候呢 我叫它杀住 它没有办法杀住 杀不住 所以如果是一段 如果是一条杀不住的时候呢 它得到癌症就正常人的两倍了 如果两段都杀不住就四倍 所以因此就差很多 那另外有的人是油门出了问题 就是说本来正常的油门 加油就加这么快就好了 可是它是加得非常快 所以因此呢 它这个油门如果失控的时候 比如说暴冲 那车子不是有暴冲吗 那暴冲的情况呢 也会造成癌细胞产生更多 这都跟家族的基因有关系 所以最可怕的情况是 爸爸的刹车坏了 妈妈的刹车坏了 爸爸的油门是加速的 妈妈的油门是跑车型的 对 那像这种 你讲到这个类型就非常好 就是说当时我们就在电视新闻 你看到就加拿大有一个家族 他们这个家族就是在胃里面的 粘膜细胞很容易产生胃癌 就是你讲的刚刚两个刹车都坏了 两个油门又暴冲了 对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说干脆 全家三十几岁的人四十岁的人 通通把胃切掉 全部把胃切掉 那时候大新闻 那时候在加拿大市大新闻 后来也是国际级的新闻 就是他们为了防止肺癌 所以胃癌 就干脆把那胃全部切掉 那个有替代人工胃吗 不用 他只要把10到接12指肠就可以了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癌症 是家族遗传是比较多 比如说乳癌是不是 胃癌是不是 还是哪些癌症 对 其实我们讲家族遗传 我们又讲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像安德哥刚才讲 那种很极端的 就是他生下来就注定 他们一定要得癌症的 像这种我也有采访过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家族 他们是那种 大肠那个真身洗肉症的 你知道吗 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发现 他们只有这个病 是他发现陆续为什么 他们家族几个人都得了大肠癌 结果一检查发现 他们家族人的大肠是怎么样 你如果做过大肠进去 安德哥说很漂亮 像漂亮猪大肠很漂亮 他不是 他说像三苦瓜 他们家大肠进去就是三苦瓜 密密麻麻千个席肉在里面 而这些席肉就是势必 以后一定要某一天 它就有变癌症 所以后来他们知道 他们家有这个样的 遗传因子之后 他们干脆就选择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就把它切掉 但是这种就叫做必然性 它一定会走向癌化这个 他们只好采取比较激烈 可是有些人的家族 他不是这样的遗传 他遗传就像刚才老师说 他可能只是刹车坏一点点 油门坏一点点这种人 那现在我们就陆续发生 是有一些相关 比如说乳癌有一些 家族性的相关性 甚至肺癌也有一些人认为有 就是说如果你的直系血清里面有 你得到的几率是高的 就是说渐渐发现有这一种 你家族 如果你直系血清高的时候 你要多 你可能要去检查 你是不是有这些问题 或者你的筛检 定期筛检的频率要比人家高 可是更常见的另外一种 我们所谓的遗传 其实是 就像我们刚才讲 你皇帝出许 为什么有些人 人家同样都是自由基在赛 你也在潜水 我也在潜水 为什么它会中标 我不会中标 就是因为你的先天 你的基因也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癌症的形成是一个先天一个后天 有些基因 所以常常有一些原住民说 人家喝酒百分一四两九十毁 我是外跳跳一条 对不对 对啊 它的基因就跟你不一样 所以两种 每一种遗传都不一样 有一天是注定走向的 有一天是家族性 你知道我知道这个取向 比如说他们做乳癌的 Blocker 1 Blocker 2 有些特别基因或者你的肺癌 这些你可以看到 另外一种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家族就是好像 也没有那么密集 偶尔有两三个 所以为什么他们在筛检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去做健康检查 咨询师会问你说 你们家有什么相关什么 它其实就在看 因为有些它可能不是 那么密集性的发生 可是它是一些指标 表示你们家在对抗这种 外界的 化学的 物理的 辐射的这些环境因子的时候 力量是弱的 所以这些又是另外一种 环境因子传 有时候先天没有对不对 但是后天会影响 先天加后天就不得了 像我们家的家族 老长辈一代都是得胃癌过世的 后来大家就想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先天的吗 还是怎么样 后来查出来是后天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老人都爱吃 家里面的腌咸菜 腌咸肉 所以是饮食习惯都很咸 所以后来大家就赶快 改了吃的清淡 那就比较好吗 可能推因是这样子 可是像 这边我要报告大家一个数据 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说呢 你这个根据我们研究就是说 一百个癌症病人里面呢 真正跟刚刚我们讲说 跟家族基金有关的呢 不到百分之一 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后天造成的 但是这百分之一里面 确实有刚刚讲 就是他这个家族有这个现象 这百分之一里面 他就是很容易得 就像那席肉家 对 就很容易得 但是我为什么要讲 这数据给大家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觉得 你防癌不重要 你防癌就能够防掉 百分之九十几几 这句话太重要 这句是最重要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 是不能防 是绝对可以防 没错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可能是错误 我都觉得说 反正我家族都没有人有癌症 那我就safe了 那就错了 这一点也是刚刚反过来 就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免疫力 上次我们不是讲了很多 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出问题 就会得癌症 这个非常严重 这两年 跟我同样年龄上下的 大概我们新闻同业 大概就死掉四个 死掉 对 都是癌症 那其中有一两个 你可以很明显的 发现到他在生前 他看到你的时候就是抱怨 就是抱怨 不愉快 不开心 哪边有一个伤口 伤口没有愈合的时候 他东西 你的肠子 大便经过的时候 他就会破掉 他就好像在心上有一个伤口 他比方说他中年转业 我们很多像我们同业 是面临中年失业的问题 或转业的问题 然后每一次他就问 你只要关心到他的工作 他就开始 钢子的情绪就出来了 后来大家都不太敢去跟他 再碰触到这个问题 只能看能不能帮他 帮他物色一下 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 可是没有的话 就完全都不要提 他只要一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会 本来我们再聊一些东西 马上就会shut up 结果这位朋友就这样过世了 癌症 都是癌症 而且是各种不一样 不同地方的癌 但是生活的压力造成心理问题 对 生活的压力 情绪没有出口 然后或者是他没办法转化 然后他的免疫力可能就降低 所以就这两年死掉了 所以潘老师像这样心理的因素 也会造成很强 对 我们的免疫系统 确实受心理因素影响很大 当你一直都在忧郁 不愉快 不快乐的情况之下 免疫的大军都会崩溃掉 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 曾经提到就是说 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很多的防御公式 今天不再讲了 但是如果一旦敌人攻进了 我们的城墙之后 我们的第一线的部队叫吞噬细胞 那这个吞噬细胞 基本就会把外来物把它吞掉 可是 不是 等一下 就是那这个吞噬细胞 他看的时候 因为他生出来的时候 他有被教育过 就是人就长得像我们一样 不要乱杀 但是外星人 我们没看过的就把他杀掉 所以因此外头进来的 像病毒 细菌 寄生虫 它长的那个模样 跟我们人类细胞 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吞噬细胞 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差别 所以它被授权 对于它看的是外星人的 就直接把它吞掉 我们有吞噬细胞的照片 对 吞噬细胞 吞噬细胞的照片 当然是可以看一下 但是并不代表什么特别的东西 吞噬细胞的照片 是白雪球吗 这个这个 巨噬细胞 这个是巨噬细胞 就是我们吞噬细胞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 就是我们的吞噬细胞 然后它会把坏人 吞在这个肚子里面 把它消化掉 它很好玩的是它把外来的东西 吞进来以后呢 它会分泌那个叫做化石水 就是把它整个坏人 把它都溶掉 然后溶掉之后呢 然后再把那个营养 全部吸上来 所以那个巨噬细胞 就会变得很爽 它吸很多养分上来 所以它吞上去之后呢 用化石水把它化掉之后 再吸掉 可是但是现在我要强调一个 就是癌细胞是反叛的细胞 癌细胞既然是反叛的细胞 就好像是一个是好人 一个是坏人 有时候好人坏人呢 那个居士细胞分不清 就是我没有办法从一个人的表面 看到这个人是好或坏 但其实它骨子里已经坏到底了 对不对 那结果呢你还不能分辨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吞噬细胞呢 并没有被授权去击杀自己的细胞 所以因此它怕打错人 所以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告诉它说 吞噬细胞你不能打自己人 你只能打外来人 所以因此吞噬细胞可以吞细菌 吞病毒吞寄生种 但它不能吞癌细胞 因为癌细胞是自己的人 所以它不能吞 那这时候呢 我们有特殊的一支部队呢 叫做T细胞 对 刚刚有看到那个T细胞 就是我们上回讲到呢 是所谓的这个将军 对 T细胞是将军 他经过胸楦的受训 他就躲在哪里 躲在08节 所以那这个T细胞呢 它会派出来 那这个将军的他很厉害 这个T细胞 它到了这个08节 这个军队驻扎的地方的时候 它是还没有分化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形体在那边 但是它会分化成 另外一型的东西 它会化生存为另外一型的 叫做杀手型T细胞 那杀手型T细胞叫做 Killer Cell National Killer Cell NK Cell 这种Cell呢 它就是属于明朝的警衣卫 因为这种警衣卫出去之后呢 信号指示录有讲对 因为它那个警衣卫 就跟一般的捕快不一样 因为在明朝的规定里面就是 一般的军队不能够 就地击杀明朝的官吏 必须要报到中央去 但是警衣卫如果到的地方的话 只要看到警衣卫的牌子 当场可以格杀明朝官吏 所以同样的 这一个所谓的T细胞 就自然杀手型T细胞呢 可以分辨癌细胞跟正常细胞 所以它被授权可以击杀癌细胞 所以因此我们身体里面 目前专门清扫癌细胞的 一支主力部队呢 就叫做自然杀手型T细胞 由将军来执行 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要诛杀皇族 要诛杀自己的部队的时候呢 必须要由将军来授权 一般部队不能够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一个图片就看到 这是一个自然杀手型的T细胞呢 会黏着在这个癌细胞身上呢 然后将它摧毁 它很厉害 就这个癌细胞是这样 它只要一黏上去 黏上去之后呢 它就会分泌一些东西 然后把它整个摧毁掉 爆掉 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像这种 T细胞多一点就好了 那就不会有癌细胞 那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科学界 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 就是说呢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在美国田纳西州的 不 美国奥瑞冈州的一个病人 他是皮肤癌第四期 已经没有救了 远端扩散到所有器官 但他不放弃 他就跑到华盛顿州的一个 非常好的医院去治疗的时候呢 他怎么做呢 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颈医卫 也就是说这种将军级的细胞 已经死光了 几乎没有用 被癌细胞击溃了 那这时候呢 这个医生从这个病人的血里面 抽出一管血来 然后找到了这个 T型的杀手型细胞 然后把它放在培养名里面 把它从1万个扩充到10亿个 在体外扩充 扩充上回打回去 那个人一年后痊愈 那太神奇了 这个在科学界已经造成很大的轰动 因为这叫免疫治疗 免疫疗法 但是他的 他男是男在中 你能不能准确地找到这个 杀手型机器包 然后准确找到杀手型机器包 又能够让他扩生到几十亿个 然后再回打回去 所以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做法 但是平常呢 我们要维持这个杀手型 T细胞的完整呢 就是维持一个快乐的心 然后呢 快乐的心 然后这时候这个细胞就不会被影响 它有活力 它就可以去击杀这些癌细胞 那怎样 平常我们怎么去增加 我们的T细胞 就像我们啊 就快乐 就是快乐而已吗 我下一回提供 潘老师养生五大绝招 告诉他 可以等下一回啊 要等下一回 要有手板 一定有一个是开心 我记得老师上次有讲嘛 我记得什么开心耐心 就是 适当的吃 适当的动 五大要按照顺序 第一个叫做 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 第二个叫做快乐的心 第二个叫做适当的动 适当的动 第四个叫做正确的吃 正确的吃 第五个是健康检查 对啊 就这五个吗 这五个井一位 对 这五个井一位 不过老师 我们在这里来讲到 你刚刚说这个免疫力 跟癌细胞的攻凡啊 这里面是不是就这三点啊 就是像刚刚说清除 elimilation讲过了嘛 那还有一个是平衡 它可以跟它怎么个平衡 或者说逃脱 它这个是怎么样来对抗的呢 是的 我们的这个癌细胞 一旦生成之后呢 如果刚刚我们讲过 它必须要经过很多断的东西 比如说它先要把刹车摧毁 然后要把油门加足 对不对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个反应之后 那另外我们的这个细胞 如果出错之后呢 我们会修它 就好像说当我们的小孩子变坏了 我们不会立刻拿枪把它打死 不会做这种事情 一定是会教它 所以因此我们的细胞也一样 一旦我们发现它基因变异 被坏人这个打坏掉了 比如说亲王出巡 然后呢这个人 然后被渗透了 然后旁边的人也守不住了 然后这个亲王变坏了 但是我抓到他 我不会立刻枪毙这个亲王 我一定会开始关到监牢旅 去教育他 然后希望他变好 但是有些亲王 都躲到深山去不让你找到 所以这叫逃脱 就是说他如果说呢 没有被警医会抓到 那他就逃脱了 逃脱之后呢 他躲到深山 他就可以开始 就是招兵买马 搞一大堆战据为王 那但是呢 如果被我抓到的时候呢 我就会开始教育他 就是说呢 希望你们能变好 所以我会修他 那修复好他 我就会把他枪毙 枪毙 所以这是分成不同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免疫系统 是可以先抓住他 然后来修复他 或者抓住他来枪毙他 或者没抓到被他跑掉 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 还蛮聪明的 对啊 蛮聪明的 还知道用这些 先用教化来感化他 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 非常有趣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呢 我们在每一个细胞里面 都装了一个定时炸弹 那这个定时炸弹就说 这个亲王跑掉了 没有被免疫系统抓到 对不对 那我没有办法再教育他 我也没有办法枪毙他 那他跑到深山去 招兵买马对不对 但是对不起 我们上帝给了他一个 定时炸弹在里面 一旦他变坏 他会自己在里面引爆 把他炸掉 真的啊 对对对 怎么那么好 那叫做细胞自杀死亡程式 就是自动会把他爆掉 就像以前我们的外太空 看电视一样 就说这一个新舰已被敌人占据 五秒钟后设定自动爆炸 然后那个主角就弹跳出去 然后那个就爆炸了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我们的癌细胞 都有这个自动爆炸 对 那就很好 对 那没有 但是癌细胞最后会长成肿瘤 比如说你 比如说胖壞中长成肺癌或肝癌 那长出来对不对 那就是癌细胞 也把那个自动爆炸系统 也拆掉了 拆掉了 很厉害 很厉害对不对 所以你要讲这个癌细胞 其实很有趣 它真的是很厉害 而且后面它还有更厉害的招数 而且你看 你可以看癌细胞的轨迹 癌细胞真的有轨迹 下一张 你看这个轨迹 真的有两个轨迹 还会卸甲 还会模仿 怎么仿 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卸甲 是的 它是这样子 当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它已经躲过了 这个白雪球的攻击 躲过了这个颈翼卫的追杀 叫做自然杀手心细胞的追杀 然后它又拆掉了 所谓的自动爆炸系统 就是那个拆掉 那它就真正变成一个大坏人了 从此已经没有人管得到它了 但是问题是呢 它要跑出去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经过淋巴结 因为我们的人类 非常的聪明 就是说呢 它所有的这个 免疫器官 它一定要经过淋巴结 才能够回流到血管 它要进到血管 就要经过淋巴结 所以它要骗过淋巴结 那淋巴结就像什么呢 就像那个钢绍 017的钢绍 你如果017要进入 德军的行营的话 它说你拿这个证件出来 证件出来 没有的话我就抓你嘛 所以淋巴结就是那个钢绍 那这个癌系统会怎么办 你知道吗 它就像那个007一样 007不是都很喜欢 躲在那个德军的卡车下面吗 它就会躲起 它会 它在躲在什么卡车下 你知道吗 躲在红血球下面 因为红血球有通行症 因为红血球在身体运行的时候呢 是携带氧气的 所以因此它到了淋巴结之后呢 证件 我红血球通过 因为红血球一定要让它通过 但是呢 很好玩 我们这个淋巴结是规定 肺脏的细胞 是不可以到肝脏的 所以因此肺脏的细胞 要离开这个肺脏的时候呢 淋巴结会说 拿通行症 它说我是肺脏细胞 那对不起 自己人 你只能住在肺脏里面 你不能自由迁徙的到肝脏去 所以癌细胞没有办法转移 要通过淋巴结才有办法转移 要把淋巴结整个摧毁才会转移 所以因此呢 肺脏细胞不会到肝脏细胞 原因就因为有淋巴结 那但红血球可以 红血球是全部跑的 它的通行症是任何单位都能走的 所以癌细胞现在很聪明 它黏在红血球的下面 躲在它的下面 那红血球出来的时候呢 它看到淋巴结的时候呢 它通行症给它 它就通过 然后借着红血球 就跑到别的脏器去了 所以早知道我们生的红血 那个 叫做癌细胞要笨一点就好了 不要那么聪明 没办法 它非常聪明 所以这种就称之为 就是模仿 它是黏在那个红血球下 那就可以通过追杀 所以我们一定有方法 可以把它这个坏分子揪出来吧 那我们现在当然 老师讲的很有趣 但其实这都是癌细胞 但是我们现在很有趣 我再讲一个另外更有趣的东西 就是在每一道淋巴结里面 不是做了非常多的将军吗 我们上一集讲过 T细胞都坐在这边 那这个将军 他坐在行李会得到非常多的资讯 所以因此呢 他的这个免疫细胞 会告诉他说不得了 现在开始有一个癌细胞跑出去了 他们已经收到讯息 有个坏人跑出去了 那这时候我要追杀他 那我如果追杀他 只靠简单的警医卫来追杀的话 太累 因为我警医卫人数太少 我还是要启动巨氏细胞 因为巨氏细胞可能是十万大军 可是我的这个警医卫 可能只有一万两万而已 所以我不可能警医卫 把这个命令放出去就说呢 我要让你认识 这个癌细胞长得什么样子 那我怎么让他认识呢 我一定要画图出来嘛 所以因此 将军就通知所有的癌细胞 通知我下面的部队呢 现在警医开始 抓到癌细胞 不要就地割杀 带回来 所以呢 所以我在行营里面呢 我的将军在这边开会 然后我下了命令说 你把他带回来 所以因此呢 我的免疫系统 会把癌症的脚跟手带回来 我在这边拼出他的形状 真的啊 在08节拼出形状 然后拼出形状之后呢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 敌人是长得这个样子 然后呢 就交给B细胞 B细胞是我的参谋 是我的什么 正一正二参一参二参三参四 这些参谋长 所以因此呢 我把这一个 这一个癌细胞的形状呢 交给了B细胞去看 看好之后呢 B细胞就产生抗体 那这个抗体很有趣就是 黏在这个细胞上呢 就知道这个是癌细胞 所以因此呢 B细胞大量制造了抗体呢 然后从08节送出去 送出去之后呢 就丢了一大堆的这个抗体 所以只要一粘到它一粘上 它只要一粘上这个抗体 我据这细胞 我据这细胞就能直接吃 其实我们这样就知道 我们的免疫大军 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个军队还是要兵强马转的开始 那很重要了 那为什么还是有些人的免疫大军 变得比较不好呢 刚刚老师讲的这么的好 可是我就很担心说 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这么厉害 可是怎么还会破功 然后还有这么多人得癌症 就是有人不厉害 那为什么会不厉害呢 不厉害就是刚刚我讲 就是没有依照五大养生的 这样的一个绝招力做 因为你那五大养生绝招没做到 它的免疫系统就全部下降了 因为我们曾经 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讲这些 但是我们曾经都讲过 比如说你的营养成分不足 你随便的乱减肥 蛋白质摄取不足 我们的蛋白质全部都去支持 心脏跟脑袋 我们没有力量去支持军队 所以军队一定全部溃散了 所以这上次就讲过了 不过在这边这张手版的第四点 我要非常特别的讲一下 它这个很好玩是 如果说这个癌细胞对不对 没有被你追杀到 它躲到深山去了 它要招兵买马 它需要养分 可是我们就如同 我们在申请水电一样 就是你要在那边住 你不是要跟自来水申请水 像电力公司申请电吗 你没有水电怎么活 那血管就是我们的水电 那你如果你的癌细胞 可以正式去申请吗 当然不行啊 你去申请我的白血球 就我把你杀死了 所以它不能自己申请 那它怎么办 偷接 偷接 超越水电 它去偷偷地把那个正常的血管 接一条血管过来 然后去养它的癌细胞 所以因此癌细胞可以偷接血管 然后呢 所以因此我们在超音波扫描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超音波扫描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利用都普勒超音波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呢 正常细胞的血管的密度呢 跟癌细胞血管密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因此我一下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癌细胞 这个是正常细胞 我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身体里面做健康检查 你的某部分的血管增生了 有时候也会判断 不是 它要第一个要先凸出来 就是说肿瘤一定是正常的形状之外凸一个 凸的 所以比如说 比如说你的肾脏本来是这个形状 这边凸一块的时候呢 违章见绝 那这时候呢 我要去看它的血流怎么样 如果它的血流跟正常细胞血流一样 这叫良性肿瘤 那如果说它的血流非常的旺盛的时候 这可能就是恶性肿瘤 所以我从血管的分布情况 也能够断定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它的细胞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因为只有恶性的癌细胞 因为它生长速度非常的快 它不听正常细胞的理会 发出生长命令 所以它必须大量的吸收血液 而我在我正常细胞里面 我不会水管跟店不会随便乱接的 你在那边乱接一大堆 那就肯定不是 不是你向我申请的 那是你自己搞的 这样听我们就很了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更重要的部分 哪一类型的人容易得癌症吗 首先来看 偏食肉质的 肠癌几率高 你不能都 什么都不吃就爱吃肉 为什么 所以亨德马上就 亨德你不爱吃肉吗 还好我们点的是他 你赶快转移目标 所以真的 它不是 它是这样 肉食为什么容易得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上次曾经讲过 肠道里面呢 是有非常多的细菌 有益菌跟坏菌 如果益菌好多的话呢 坏菌就少 坏菌多的话呢 益菌就少 那坏菌本身会产生非常多的 致癌物质 也就是说你暴露在敌人的大军之下 当然容易致癌 那我也曾经讲过 益菌是吃素的 坏菌是吃荤的 所以因此呢 益菌呢 喜欢吃益生质 像寡糖啦 膳食纤维啦 这种东西 所以你如果一直吃肉的话呢 坏菌就长得非常的好 所以你吃肉多的时候 放臭屁 便秘 便秘 然后呢 那个大便呢 就是很粘稠 这时候呢 就会长出非常多的坏的这种 癌细胞的物质 就会让它造成 打肠自材的症状 老师刚刚讲的 益菌应该都有 乳制品 我请问一下 乳制品啊 我看那个英国的一个新闻 它说乳制品吃多的也会致癌 这是真的假的 哦 这个题目是蛮有趣的一个题目 就是说瑞典有一个很大型的研究 它研究了大概7万到9万 在7到9万 我忘了正确数字的妇女 她发现说每天如果喝两杯牛奶的人 跟每天喝四杯牛奶的人呢 那么女性得到这个所谓的子宫颈癌 软超癌这种类型的癌症呢 是高四倍 那但是她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之后呢 大家都很震惊 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个讲起来会使人很恐慌 所以当时的营养学家就认为说 那我们鼓励大家是一天喝两杯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就喝两杯 就不要喝太多 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喝多了对你肾脏也不好 而且上一集我们也讲过 你再喝多了只会胖也不会长大 重要不会也不会长大 所以因此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喝两杯 如果你按照这种态度去处理的话 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不要过的 浴光不要晒太多 过量的都不好 肉也不要吃太多 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也包括了肥胖者 肥胖者的话乳腺癌跟着节肠癌都会有 还有维生素缺乏 就老师说要有好的这个维生素 对啊 因为维生素 因为A是胃癌 缺C是膀胱癌食道癌 因为你要知道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要讲是要讲稍微细一点 我跟你说明一下好了 就是说是维生素A 它是特别对于皮肤细胞 对于皮肤细胞或黏膜细胞的 这个修补跟再生有关系的 所以你如果说这个维生素A缺乏的时候 一般皮肤光泽就会比较差 所以有些这个女生 她想要保养皮肤的 维生素A一定要够 当然维生素C也要 那维生素C跟维生素E呢 都是抗氧化剂 就是我刚刚讲 皇帝旁边的那个禁卫菌 当自由基打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自己牺牲掉 那C跟E差别在哪里呢 C是水溶性的 E是油溶性的 所以E呢就存在在细胞膜上 专门保护细胞膜 在油溶性的那一层做保护 这个E 维生素E 那维生素C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是在血管里面做保护的 所以两个功能不一样 一个是在 一个是可以潜在油水里面 油里面油的 一个是潜在水里面油的 所以两支军队 是不同位置的保护 对 那如果你看看 像这个燕丽刚刚讲到说 经常熬夜的话 这是我们最常做的 经常熬夜 因为你夜间是细胞分裂 最旺盛的时候 你睡眠不够的时候 细胞就会突变 对 就是说它 因为我们身体 每天在白天的时候 都会损伤非常多的细胞 那这些细胞呢 要修补的时候呢 通常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修补的最完整 如果你晚上睡眠不足的时候 它修补不完整 它容易出错 要修补屎 我们平均时